很多新手养龙血树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那新手在家里怎么养好龙血树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欢迎点击我头像的加号 关注我一起来学习养花 龙血树是一种非常霸气 翠绿有生机勃勃感觉的绿植 所以很多花友都喜欢在家里养上一盆 但实际养护之后就发现 龙血树摆到家里一天比一天叶片枯黄 越养叶片越少 而最后呢结果就是 也许没有养到一年就把它给养死掉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啊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呢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龙血树这种植物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啊 一木将详细的教大家龙血树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在家里养好龙血树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大家眼前看到的就是一盘龙血树的盆栽 那我们来讲解第一个指示点啊 就是龙血树它是喜阳植物还是喜阴植物呢 在这里啊 很多新手第一次养龙血树的时候 他都容易犯错 以为这种植物啊 是一种喜阴的植物 甚至很多卖花的人 他为了更好卖 都骗大家说龙血树啊 是喜阴的花 可以养到室内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观念 因为龙血树并不是一种喜阴花 它只是比较耐阴而已 其实它的习性啊 是一种典型的喜阳花 知道吗 如果我们把龙血树长期养到室内 你就会发现 第一个 它的生长速度会非常的缓慢 第二个 容易出现大面积的黄叶 第三个 叶片呢 容易大面积的折断 而且呢 整个长势也不好 感觉啊 稀稀拉拉的 这都是因为长期缺乏光照 所引起的 那如果你把龙血树养到户外 接受充足的阳光 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生长速度大大增快 叶片翠绿有亮 有光泽 生长势头也好 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区别 如果大家还不相信啊 我建议大家去龙血树的生产基地 龙血树的生产苗圃 龙血树生产的花卉公司 您开车去转一转 您看一看就知道了 你看他们生产基地的老板 是把龙血树养到室内 还是养到室外 我告诉你啊 全是养到室外的 懂不懂 别人老板靠这个东西吃饭的 他可不傻 那为什么他要养到室外呢 因为室外 他才长得好 在龙血树的生产基地 只有盛夏季节烈日的时候 他会在上方搭个遮阳网 防止呢 叶片啊 被晒的有一点点晒斑不太好卖 因为光线夏天太强 除此之外 他都是丢到户外 随便晒 不晒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如果想龙血树家里养的好 那么阳光其实是第一要素 所以大家在实际养护的时候 要么你把它摆到阳台上去养 这当然最好 要么呢 你哪怕在室内养 也尽可能的靠着窗户养 懂不懂 让阳光多少能够直射到它的叶片上 并且呢 每隔一段的时间 比如说每隔半个月到一个月 给把这个龙血树旋转 旋转啊 180度 让它正面和反面都能够均匀的晒到太阳 这样呢 它不会出现说一边长的好 一边长的差 懂不懂 所以均匀的让它四周见光 对龙血树的生长 至关重要 如果大家还不相信龙血树是喜洋植物呢 我建议啊 评论区的花友啊 可以发一下自己家里养的龙血树 在阳光下养的 发给其他花友啊 展示展示 在光照条件下的龙血树 其实会长得生机勃勃 好 我们说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龙血树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龙血树 应该如何给它进行浇水的工作呢 那在这里啊 很多新手花友 在养龙血树的时候很容易犯错 因为呢 他喜欢听信卖花的人教他 比如说啊 两天浇水一次 对不对 有人这样教你吧 或者三天一次 五天一次等等 那这种按天数浇水的方法啊 其实是严重错误的 这很容易让新手进入误区 比如说春天夏天 天气炎热 这个土啊 两三天干了 你三天浇水没问题 但是冬天呢 冬天有时候这个土啊 半个月都不干 甚至一个月都不干 如果你还保持三天浇水的死机硬背 那很快就积水浪根了 懂吗 所以我们给龙血树浇水 你干脆就不要去死机硬背几天浇 而要采用观察龙血树土壤的状态 来判断浇水 那具体怎么观察 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浇水之前 你用眼睛看一下它的土面 然后用你的手摸一下它的土 如果你一摸 感觉这个土壤啊 是一种湿漉漉的状态 非常的潮湿 那么不管隔了多少天都不用浇 明白吗 哪怕冬天你隔了一个月 你再去摸这个土还是湿的 那我一个月都不浇 你放心它绝对干不死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很简单 当我们用手一摸 摸到它的土壤啊 非常干燥了 这个你用手绝对摸得出来的 只要你发现它的土壤非常干燥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干嘛呢 放心大胆的给它把水浇上了 懂了吧 那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永远都不会一元 严重的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我们每一次浇水 都是确保它在缺水的前提下浇的 因为我们是摸了土的 那这种浇水方法 长期使用是符合龙血树的生长习性的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龙血树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那龙血树啊 它天生对土壤的要求并不严格 不论是您在户外挖的田园土 还是家里高档的营养土都能种它 所以在很多南方的温暖的地区啊 龙血树经常就是地灾 就种到地里都没有任何问题 明白吗 那在我们家庭养护的时候 如果您是盆栽 请记住 尽可能选择用营养土种龙血树 这主要是因为营养土是一种人工配置的土壤 疏松透气肥沃 除菌除虫轻便 家庭养护起来管理难度小 它饱水饱肥都很强 而且呢不容易出现板结变硬 所以啊尽量用营养土来种 所以大家在购买龙血树的时候 你也尽量去挑选啊 商家是用营养土种的龙血树 尽量避免呢买田园土种的 管理难度会大大增加的 所以啊尽量挑营养土的 这是我教给大家的经验 那说第二个技巧 就是我们给龙血树换盆的技巧 那在家庭养龙血树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一般不需要轻易的给它换盆 因为龙血树啊 一般都是大型盆栽或者中大型盆栽 这样的盆栽呢 花盆大小其实在家庭摆放已经足够大了 所以一般我们不需要换盆 那什么时候需要换盆呢 除非说啊您家的龙血树花盆比较小 而且呢养了很多年 这个时候呢你希望你的龙血树长得更大一些 那你可以给它换一个花盆 那换盆的时候呢也有讲究 大家听好了 主要的讲究就是呢 您在换盆的时候一定要观察一下 你家的龙血树原来是用什么土壤栽种的 那么我换盆的时候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换 举例来说哈 如果你家的龙血树是用营养土种的 那我换盆的时候也选择营养土换 明白吗 你不可以说原来是营养土 你用田园土换 这个是不行的 两种土质不接近 它很难浮盆容易死苗 所以换盆的时候要选择 尽可能选择同样的土壤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接着来说一下龙血树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龙血树这种植物啊 它通体上对透气性的要求并不高 也就是说你不论是养到外面开放式的环境 还是说我养到室内比较封闭式的环境 比如说封闭的阳台 只要光照充足 龙血树是可以养到比较封闭的环境里的 这一点啊还是非常友好的 但是前提呢一定是要给它充足的光照 接着我们来讲解一下龙血树施肥的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农血树需不需要施肥呢 我告诉大家是需要的 很多新手养农血树啊 它常年都不施肥 我告诉大家这是严重错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花盆当中的自带的土壤的养分啊 它只能够供给植物两到三个月的营养生长 三个月之后土壤里的养分就消耗殆尽了 明白吗 那它后期的生长啊几乎都是看天长 会长得很差很慢容易黄叶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施肥 那怎么施肥呢 我教大家一个双季施肥法啊 这双季施肥法呢 并不是指的春夏秋冬这四季 而是指的龙血树的生长季节和非生长季节 那生长季节就是指的龙血树在长根 长枝长叶萌芽 这些季节都叫生长季节 懂了吧 这是一个通体的概念 那非生长季节呢 就是指的冬天气温很低 它的生长代谢趋于缓慢或停滞 不生长了 这个叫非生长季节 一般呢 在冬天 那这两种季呢 它的施肥的方法不一样 我们首先说生长季节的吃肥 那生长季节啊 我们要使用两种肥料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三元复合肥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三元复合肥呢 就在于三元复合肥 它是一种通用的均衡肥料 具有氮氧甲这三种元素 所以叫做三元 这三种元素啊 能够全方位促进植物的生长 加快植物的生长速度 保持植物叶片翠绿 所以啊 三元复合肥 是非常适合给龙血树来使用的 这是我们要用的第一种肥料 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 HB101啊 它是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使用它之后啊 可以呢 使植物的细胞大面积的恢复活力 开始大量的促进植物的细胞分裂 形成更茁壮的根系和更多的芽点 所以呢 这可以让你的龙血树长得更加的茂密 而且HB101啊 它并不是一种传统的肥料或者植物激素 它是纯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提取于松树 山树 车前草当中的生命因子 可以长期给植物来使用 所以这两种肥料我们都要用 而且可以混用 那在生长季节具体怎么用呢 下面啊 我就来教一下大家 首先我们用第一种肥料 叫做三元复合肥 它是一种颗粒肥 听到吧 我们在龙血树的生长时期 你每隔二十天到三十天呢 你咬一勺三元复合肥 给它撒到花盆里 花盆小就撒一勺 花盆大呢就两勺 三勺 以此类推就可以了 撒进去就可以 好 撒完三元复合肥的同时呢 我们紧接着用HB101 用HB101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然后呢 装上500毫升的清水 装好清水之后 我们打开HB101 HB101呢 它是一种高浓缩的肥料 用量极少 我们只需要在500毫升清水里面 滴入两滴就足够了 一滴 两滴 好 足够 只需要两滴就完成 然后紧接着我们用勺子搅拌 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好 溶解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呢 给它像这样浇灌到土壤里就可以了 就是每隔20天到30天 这两个操作是同时进行的 这在它的整个生长季节 我们要不间断的这样试肥 只要你像我这样做了 你就会发现 你家的龙血树 生长的速度会大大的加快 叶片翠绿 油亮 有光泽 所以说这个施肥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学会 好 说完了生长季节的施肥啊 我们再来讲一下非生长季节 那非生长季节 由于它的生长代谢呢 处于缓慢和停滞 我们就不要用刚才的肥料了 用什么肥呢 用有机肥料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纯羊粪肥 它就是一种有机肥料 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有机肥呢 因为像这种羊粪有机肥 你用到土壤里啊 在冬天的时候 它是非常温和的 不烧根不烧苗 不仅可以给它提供大量的养分 让它储存在土壤里 便于开春之后的萌冻 而且啊 还可以增强土壤的有机质含量 可以大大的改善和预防 土壤出现板结变硬 胶水不透等问题 这样你的龙血处的土壤 就得到了健康的保证 所以羊粪肥的使用也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羊粪呢 大家也可以使用 发酵之后的牛粪肥 鸡粪肥 蚯蚓粪肥 或者菜籽饼肥啊 芝麻饼肥等等 这些传统的有机肥都可以用 那具体冬天怎么用呢 很简单 我们每隔一个月 你取适当的这种羊粪肥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花瓶小少埋点 花盆大就多埋点 一个月埋一次就足够了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龙血树的过冬技巧 那龙血树我们一定要清楚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南方树 在南方温暖的地区养护呢 龙血树可以户外过冬 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庭院 有开放式的露台 在南方的花游呢 龙血树丢到外面过冬都没问题 明白吗 但如果你是在北方养护 那就不用考虑了 一到了冬天 龙血树只要户外温度开始低于10度 你一定要把它搬到室内来养护 保持整个冬天呢 让它处在一个温暖的气候里 不要让它出现受冻 因为一旦长期的开始趋近于 比如说5度以下 0度以下 它是非常容易容易受冻 甚至呢冻死的 这是冬天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冬天还有第二个问题 也要注意 就是冬天啊 我们浇水的量要减少 同样是采用摸土的方法浇 土完全干了再浇 但浇的时候呢少一点 因为冬天气温低 水分呢蒸发慢 而且呢它吸收的量也减少 如果浇多了 闷在土里啊 容易出现浪根或者冻伤根系 这一点呢也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龙血树呢 它也是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惧怕空气过度的干燥 然而啊北方花有家里 冬天啊往往是非常干燥的 因为他们家里啊 是要开暖气的 对不对 开了暖气之后 空气湿度可能会低于50% 这相当的干燥 那如果你把龙血树 长期养到这种 非常非常干燥的空气里 它很容易出现大面积的 胶尖 肝尖 黄液和卷边 所以冬天啊 我们需要给龙血树啊 进行加湿 在北方养护的时候呢 在家里养你注意 最好能靠着加湿器养 如果你家里没有加湿器也没关系 你准备一个小喷壶 然后每天早晨起床 给它的所有叶片喷上雾水 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喷一次 一天呢 至少喷两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干肩和卷边的出现 我们接着来说一下 龙血树的修剪技巧 那龙血树在家庭养护 是没有硬性的修剪要求的 在整个养护过程当中啊 我们只需要注意两点就可以 第一点 如果它的叶片呢 有这种黄叶枯叶在它的尖端 我们需要把这些黄叶枯叶黑叶呢 及时的给它修剪掉 剪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 不要平着剪啊 斜着剪 这样剪 而且快速的剪 像这样 这样呢 就可以保持整个叶形 这种修剪的目的呢 是要把这些黄叶枯叶给去除掉 否则今天这里黄 过段时间其他叶子也会黄 你修剪掉就不会了 明白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的整个生长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叶片的代谢 这些是正常的生理性代谢 而且呢 一般是从底部的叶片 开始发现枯黄 就比如这种叶片 我扒一个给大家看看 你看 我手上拿的就是它代谢掉的叶片 这种叶片是正常的生理代谢 因为植物的叶片也是有岁数 有年岁的 到一定的时间 它就枯了 枯死掉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种枯死的叶片 及时给它清理掉 不要保留到树上 否则呢 会影响它底部的通风性 所以看到这种枯枝 枯叶 也要及时的清除就行了 最后一个知识点 我们来讲一下龙血树的繁殖技巧 那我们家庭里如果要繁殖龙血树 你想怎么做呢 我教大家 我们一般是采用千叉繁殖的方法 意思是说啊 你看我这个龙血树 它有非常多的分支 对不对 我们只要减下它任意一个单独的分支 减下之后 把它呢 晾到通风阴凉的环境里 你晾六个小时左右 让它伤口愈合 愈合之后呢 你就来兑一下快速生根粉 把这种快速生根粉 兑水吸食一千倍 吸食好之后的溶液 把整个剪下来的这个净段底部 泡在溶液里 泡二十分钟 然后呢 直接插到土壤里 就可以成活 浇上水之后 养到通风散射光的环境里 一般呢 两个月左右就会大量的生根重活 形成一盆新的龙血树了 这个就是我们家庭繁殖啊 一般采用的扦插方法 好的 那这期啊 关于龙血树的课程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这样就可以收看到 我更多的养花课程教学了 我们下堂课程再见了